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美国上市的餐饮类的股票呢 真的是非常的火热 今年年初在纽交所上市的汉堡店 Shake Shack 股价呢就是从发行价21美元 涨到最近一段时间呢 是接近100美元 那么餐饮类的公司呢 也都是争相效仿 这部就一家来自加拿大的茶饮公司 叫做David's Tea 于6月5日呢 是登陆了拉斯达克交易所 股价呢也是在当天 交出了非常傲人的成绩 发行的第一天呢 股价就增幅高达42%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带您 走进David's Tea去一探究竟 David's Tea于2008年 成立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创始人是David Segal 以及他的堂兄弟和Sho Segal 自成立6年以来 David's Tea在加拿大开设了134家门店 在美国则是有24家 目前呢David's Tea正是在以惊人的速度 席卷着整个北美市场 带去茶文化的健康生活理念 所以我猜到您有多少颜色呢 我们现在有160颜色 哇哦 现在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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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率非常的多 除了门店销售之外 David's Tea还抓住了电子商务的优势 充分挖掘线上线下的资源 在2014年David's Tea网站的访客数 就达到了350万次 网络销售的比例达到了7.9% 2015年6月5日 David's Tea与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 交易代码是DTEA 总共的发行股是510万股 发行价格是19美元 顶着餐饮股的光环 以及茶饮界星巴克的预期之下 David's Tea在上市的首日可谓是赚足了眼球 当日是大幅的跳空高开 开盘的股价是直奔25美元 首日的涨幅就是高达42% 而成交量也是创下了771万股之多 相当于是将David's Tea整个盘洗了一次半 而在随后的两个交易之内 David's Tea的股价也是不断地走高 创下了29.97美元的高点 最高的涨幅是达到了58% 可以说自从我走进了这个店 我是感觉整个店非常的年轻派 色彩非常的缤纷很有小资的气息 今天我点的这一杯呢是巧克力普洱 其实相信普洱茶呢中国的观众朋友们都不陌生了 谁没喝过普洱啊 但是呢巧克力味道的普洱您喝过吗 味道很特别 有一种巧克力奶茶的味道 但是奶味呢又没有那么的浓 挺新鲜的 提到David's Tea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同行Tivana Tivana这一家公司呢 是于2011年上市 在美国一共有161家门店 所以女士 我想问你 你是茶喝者吗 我是茶喝者 是的 所以你有曾经去David's Tea 对 对 所以你喜欢茶在那里 你是о起 acuerdo的吗 总 permanently在那里 我走过过它 它 smelled很蒼好 但我 PHP一直停在那里 你以前试过茶有吗 我试过茶 我试过茶 你喜欢吗 对 我觉得 我也不是茶喝者 我是我茶喝者 所以 好 一些人说有什么样的 是 Starbucks 在这些地方 你觉得 我喜欢茶喝者 在茶喝者 好的 谢谢你很期待 愿欢迎 你会个人大家一起家 是的 所以我看你很有趣 你的妻子去 Starbucks 你都去David's Tea 所以你做了那一切 我的妈妈喜欢咖啡 她也喜欢David's Tea 但她決定她想要 Starbucks 所以我去David's Tea 所以我们去David's Tea 我的妈妈去Starbucks 我看你买了茶 什么茶是这个 它是瓶酒 你喜欢它吗 好的 谢谢 谢谢 当然了 其实现在餐饮股的火爆程度 也是让大家不禁开始怀疑 会不会餐饮股当中 是出现了泡沫 譬如说这个Shake Shack的市盈率 就是高达800多倍 是高得让人吓人了 市盈率越高 就是意味着可投资的可能性 就是越小 David's Tea也是在昨天 也就是6月16日 是公布了业绩 业绩大幅的滑铁路 显示出2015年第一季度的业绩 每股收益是0.04美元 不及预期的0.06美元 总营收呢 虽然是增长了29% 至3580万美元 但是毛利率呢 却是在总营收当中的占比率 进一步的下滑 同时公司也调低了第二季度的业绩展望 让股价呢 是在今天17日早上呢 是出现了滑铁路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跌幅呢 已经是扩大至19%了 这也不禁呢 让我们对于David's Tea的未来 打下了一个问号 是最后的事 我们就被打下了 对于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